OK 欢迎各位学员回到我们课堂 我是传织播客讲师 传织索理生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个状态模式 状态模式呢 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模式 但是呢 我会把这个问题给弱化掉 那么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句话 我给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适于什么 通过用户的状态来改变用户的行为 通过通过用户的状态来改变这个对象的行为 就这么一句话 那我们看类传之间的关系 它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一个contact的一个语境 那这是状态一 状态二 状态三 这么一看 真的啥也看不出来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contact就把它认为成是什么呢 是work 是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呢 他有N个状态 比如说 7点到8点 他应该吃早餐 那么 9点到10点 他应该处于工作状态 是吧 那么 13点到14点 他应该午休时间 就是说不同的状态 你改变一个 你填一个7 他应该你查评的状态 他应该是吃饭 你填一个9 这个change phase 那么你填一个9 他应该处于工作状态 就这个意思 研究说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你给他一个条件 他就让自己处在一种状态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是状态模式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实现一个状态计 所以这个就这么个模式 那么我们看context是用户对象 拥有一个space类型的成员 以标识对象的当前状态 就是在这里边 有一个持有了一个状态 但这个你看 因为这个context 它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 是这意思吧 你看context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 那他总有一个当前状态吧 嗯 再给你9个案例 比如是电视机 电视机可以播放中cetv12到789是吧 这么这个频道 那么你一按那个遥控器 按个1他就播放cetv1 按个2他就播放cetv2 他总有一个当前 当当前的频道吧 对不对 就是这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理解了这句话 就理解了这个状态模式的一半了 好久远就把这个当前状态给忘了 这是一个理解这个状态模式的观念 ok 这个再看这个state state 这次无非是实现了这个人或者这个电视机和这个频道或者是个工作状态的一个一个节目盒吧 是吧 你看 不是把这个状态给给分解了吗 一个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 嗯 那么 抽象的啊 封装与context的特定的状态相关的行为 比如说1点 他这边出于什么状态 2点出于什么状态 那么选拼到1是什么状态 就播放电视100 那么ok 就这么个状态 那么我们 嗯 因为这个这个地方状态 嗯 这是呃 这个角色和职责给他说完了 因为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细节需要给大家讲的位 就是呢 你选一个1 他处于状态2 状态1 你选一个 嗯 你你给他设一个2 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处于状态1啊 那他应该有一个什么动作呢 应该有一个从状态1 跳到状态2的动作 这一点是个难点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处置在一个当前状态 是7点8点 他应该吃早餐 如果这个时候你设置一个条件 说现在是9点了 那么他应该由当前状态 从吃饭的状态 转到这个工作状态 他应该在状态里面完成这个转化 他应该在这个状态里面完成这个转化 这就是他的思路 这是难点 OK 这样讲可能是有一点抽象 OK 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 跟踪代码 这是我唯一的 跟踪代码 给大家讲一个代码 这个没办法 这个电话太抽象了 别看就这几句话 那么我们 f9交代点 现在review啊 这个代码 这是一个前置声明 不说了 这是一个状态 状态抽象 这个也容易做得出来 是吧 你看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参数 就是 都三不行 这个状态一 员工应该做什么 那么这个是功能 这个walk 这个walk 你看 当你是7点的时候 你size个7点 size7点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改变状态 是吧 改变状态 那么你选个7 那么 然后你7以后呢 下面 咱们看 get house set house 不用说了 获取状态 是size状态 也不说了 然后他一度 什么行 是吧 就是7点 你员工 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他做这个事情 是靠这个状态 来做的 对吧 又有一个raise 看见吧 那么 说完以后呢 这是 stace1 这个 这个stace2 这是stace1的 这个实现的下面啊 stace1的下面 实现的下面 看见吧 当时7点8点的时候 吃早饭 如果你传了一个8 看见吧 如果你传了一个9 他执行这个分子 他把 你看 如果你传了一个9 他把 他把 当前状态给删掉 然后呢 你又一个状态2 就是说在状态之间 完成情况 ok 然后呢 这个状态 ok 就是这个速度时间啊 那么我们定下代码 就是又一个walk 然后size7 size7点 看这个功能应该出于什么状态 然后呢 size9点 看这个功能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吧 那我们调一下 首先呢 f11进去 他会进到6里面啊 再来 再f11再进去 那么 我们6这个walk的时候 那么 就把状态1 当成 当前状态 就是 这句话应该好理解吧 那么 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 啊 有一个状态啊 有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设置了 现在我们设置7点 设置7点的时候呢 7点 ok 设完7点以后呢 就开始看这个功能做事情了 做三门行 这功能做三门行的时候 他呢 就当前状态 他先 先执行当前状态 对不对 当前状态 把那个功能 传到这里面去 f11进去 来 这是状态1 状态1 他判断这个功能呢 是条件是什么 17点 17点呢 他应该吃早饭 那满的条件就回去了 下面呢 给他设置成9点 设置成9点以后 相当于改变状态啊 size改变状态 那么再看 这功能是如何进行状态 状态 这个切换的 到关键时候了 就是 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怎样进行 由状态1 转化成状态2的 f11进去 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掉这个状态 现在当前状态是状态1 对不对 当前状态是状态1 当前状态是状态1 他一执行 那么呢 他说 吃早饭 但一看 一看这个 状态1是吃早饭 默认啊 他一看 他get house 一看等于9 对不对 他一看 这不是我状态1要干的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就 把状态1 给干掉 换成状态2 没有意思吧 把状态1 给干掉 换成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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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状态2 变成当前状态 没有意思了吧 把当前 当前2 变成 把那个状态2 变成当前状态 然后呢 再获取当前状态 执行 度三秒 F11 这是 就是GasR 然后再F11 那这个时候 就执行 状态2这个函数 度三秒 那9点 做工作 做工作 是吧 如果你传个10 那么 他一看都不是 然后呢 他就提示你 状态1 状态2 他都都没有 他有恢复的 恢复的状态1 这样 这么一个流程 这是 整个状态1的实现 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把这个代码 先认给大家 大家注意一把 你说这一块 啊